大家對於泰南的藍曬土有什麼印象呢 是跟阿菲一樣 是看不懂的幾何圖形 還是網美打卡的勝地呢 這個地方從2015年開始就不一樣了 經過老屋改建之後 有很多年輕人 把文創商品也帶進來了 變成一個很好購很好買的文創園區 到了啦 這邊吃的也很多 漫步藍曬土園區 就像展開一場想像力的冒險 除了日式老屋整片懷舊風情 天馬行空的巨幅彩繪圖 更讓人驚喜連連 其實藍曬土園區前身是司法新村 也就是舊時代的台南監獄 看守所 還有法院員工宿舍 重新大改造之後 整個年輕人揮灑創意的場所 燃燒熱血棒球魂 棒球經典賽看東森 來吃牛肉麵了 這家牛肉麵很有特色喔 你們看肉片層層疊疊疊的 一圈又一圈 我以前像玫瑰花瓣的形狀 好漂亮喔 你們看這肉片的顏色 已經逐漸成粉紅色的囉 稍微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對不對 對 用的是這個牛五花的肉 鮮耶 又鮮又嫩 這個高湯淋下去還不得了 這個肉片的那個嫩度都出來了 好鼓勵喔 這個口感 它外面就是成這樣 要煮八個小時 慢慢的去炒這個蔗糖 炒…炒到有點焦香味 配到這個綠豆蒜 吃起來真的太舒服了 哇 甜蜜蜜的滋味 而且下去啊 你看喔 這個糖還會黏在這個杯子上耶 知道這個草糖風有多厲害了 它的焦香味啊 非常非常的高 真的真的好Q好Q喔 再配上它這個鮮奶 完全沒有一滴水 那種焦糖感啊 喔 好滿足喔 老闆娘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啊 好 來預備 開始 完成 不可思議耶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就完成了 來台南必吃鮮魚意麵啦 有很多在地的 是從小吃到大的 早餐午餐加晚餐 都要來上這一碗 當然啦 這家標榜呢 用的就是野生鮮魚 對 先來吃吃看喔 喔 喔 這肉質非常的緊實 而且是它嘴巴裡面 它有那種彈脆的口感 好香喔 非常好吃耶 它那種強烈的肉質啊 簡直是在跟舌頭這邊打架的感覺 好Q彈喔 好 配上了這個麵 哇 這酸溜感很棒耶 麵變得很苦溜 現在吃下去呢 老闆娘這個調味啊 就一絕了 有點酸酸的口感 烏醋呢配上這個鮮 好好吃喔 加上剛才老闆娘的那個快火 大炒的那個功力啊 不到一分鐘跑出這一盤 不然這個鍋氣會這麼這麼的香 好棒耶 哇 這蟹包真的是有夠多的 我們建議你 等一下給我把蟹黃剝下的一塊 喔 麵包太香了 然後蟹黃的空氣 嗯 喔 好好吃喔 對 我們一定要用 有蟹黃的母蟹 真的嗎 對 那你要送來沒有怎麼辦 我們就打 打就送給你 現在比較特殊的一道湯 湯 對 是不是 沒有湯啊 哪裡有 我們這味道 客人上桌都宅宅做工作 喔 那我們裡面的料的話 主要是 然後還有酸菜 我們的湯口的話 都是用豬大餅就好了 我看到你這個湯下去的時候 那個蛋黃的那個油脂 就是慢慢地冒出來了耶 對 沒錯 我幫他 蛋黃啊 它在這個湯裡面會融 會融開 在嘴巴就這樣掛開 那蛋黃的相信蔓延出來耶 這個好特別喔 好可愛喔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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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做什麼啊 煎餅 煎餅 這個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烤爐專門做煎餅的 煎餅的台詞 像我們反正看到的 雞蛋糕的做法 現在做的是味噌煎餅 味噌煎餅是我曾祖父 從日本人那邊 在台灣的日本人學的 那時候就有了 剛中農的 好開心喔 我們來看喔 這個餅啊 來… 你看那個脆度 不用熬得啪一聲 那個脆度就出來了耶 喔 妳看 妳聽 有沒有 喔 好脆喔 怎麼會那麼脆啊 而且這個香味真的很棒 我們剛剛在店門口 聞到了一個餅香 那吃進去裡面啊 真的有一點鹹鹹的味噌感耶 茶藥其實很簡單 這個茶藥配方是從我 珍珠菇的時代留下來的 所以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的 化學的東西 然後簡單的就是麵粉 糖跟水 然後再加味噌 環繞森林的露天湧池與山泉 彷彿進入森林日般的 精進享受 泥沾溫泉數弱鹼性的 碳酸氫鈉泉 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與碳酸甲離子 搭配百萬賣充電流 水流按摩 讓全身肌肉放鬆 徹底舒緩疲憊 哇 真的是太舒服了 來到坦然就是冒霸氣 想吃水果冰 老闆直接把半顆水果 變成冰送到你面前 而且這可不是普通的水果冰喔 大家看到上面的水果冰沙 可都是用真材實料的水果 打成泥之後變成冰沙 要送到我們的面前 像我今天點的這個三色冰桿 就是哈密瓜葡萄 還有芒果的組合 這個芒果冰沙我咬下去 就像是在吃蒸的 你會感受到 我們平常吃蒸的芒果 那種綿綿的口感耶 好神奇喔 一口咬下去 跟葡萄汁在我嘴裡爆開 就很像是我在吃一整顆葡萄 咬著咬著葡萄 爆開一樣的感覺 再來可不只這樣 我們雖然看到的是哈密瓜果肉 可是它下面藏哈密瓜冰沙 所以呢你就哈密瓜冰沙啊 連著旁邊的果肉一起吃 一口吃下去 等於你這一口吃得到冰沙 吃得到果肉 那如果把三種水果混合在一起 就有各種不同的水果香氣 交織在我們的嘴裡 才能做我們一個小姐的米粉上鍋啦 不過為什麼我眼前會有兩碗呢 大家看 兩碗的米粉是不一樣的喔 像這一碗啊 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粗米粉 但是呢它這邊非常特別 還有全台南唯一的細米粉喔 喔有夠鮮甜 每一次都在聽人家說 台南在小卷米粉上有多甜有多甜 這何止甜 我還沒有吃到小卷 我就已經覺得我的酒吧裡 已經有小卷的香氣跟鮮味 這可是期間限定的小卷碗 好好吃喔 它很脆很嫩 然後呢它們一粒一粒 在門口一粒一粒小小的 就很像是那種 蝦碗米粉 在你嘴巴裡面 啵啵啵啵的感覺耶 這個小卷一咬下去 只有一個是這個鮮 但是肉質非常的肥厚聽譜 今天終於吃到台南最有名的小卷米粉 大家真的是覺得太幸福了 街道美術館PLUS 以城市伸展台與城市的聲音雙主題 邀請藝術家們一同打造 最貼近城市特質的裝置藝術 讓台南的街道風景 展現煥然一新的面貌 大家看看我們來到海安商店 一個這麼有風和這麼有味道的 老家裡面吃的傳統的好滋味 不過這邊的土豆人湯 可是顛覆了我們一般 都有土豆人湯的想像 我們先歡迎老闆 大家好 我叫阿丸 阿丸為什麼會在這裡開那土豆人湯 我們是第三代 從我阿公開始 到我媽媽、我爸爸 我想看到牆壁上就是阿公跟奶奶的照片 是 它真的是用那種老的灶台 然後在床 就像蔡其鴨的那種攤位 所以其實也是從一個復古 然後到現在有一點新創氛圍的感覺 來來來來 說到頭到臨 特尼大家趕快來喝一下 哇塞 我現在光看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花生人那個油脂浮袋在上面 哇 老闆你們這個湯是熬多久啊 感覺已經把所有的土豆人都已經熬進去融化在裡面了 可以感覺到那個土豆人 那個土豆就在嘴巴裡面化開 但還是有一點點的和平感 超級綿密耶 那個熊麻糬有兩種口味耶 對 芝麻跟花生合併 這個麻糬的糯米香超級明顯 然後加上它外面的花生粉呢 它除了花生香氣出來 它還可以吃得到花生的顆粒感 所以你還可以感受到一些堅果的氣息在